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众的时候见到第一把吉他 但是当时不知道是什么乐器 然后高中毕业以后去了呼和浩特吧 然后就接触到吉他 自己学的吉他 然后就开始那个酒吧里唱歌 一开始我因为我是左撇的嘛 所以找不到那种左手的吉他 然后就有一次我看见那个ACDC乐队的演唱会 因为他们用那个SG系列的那个Gibson吉他 所以我就去一个护士的乐器店 正好有一个SG款 那个我觉得挺难忘的 我的所有的和弦都是跟那个正常的话就是 比如说正常的右手琴是粗弦出第一个声音的 我的是特别的那个细弦 比如说从一二三开始 所以就可能是那种音色的变化呀 然后那个声音排排列有点区别 然后就感官上或者听觉上会有一种变样的感觉 然后那个和弦的按的方式也是跟那个正常都不太一样的 所以出来的效果都明显有很大的区别 跟那个正常的那个吉他手 其实我现在已经比如说让我选择Funder的话 然后我还是会还是去选择Gibson 因为他的音色特别 然后那个从那个音质上也是 特别扎实的感觉对我 然后好多那些我之前的我乐队 之前有个乐队也叫车轮 好多歌曲也是在那个Gibson琴上创作的 所以对我意义也是非常重要 可能还是第一把琴是因为S7 我还是更喜欢你 倾向于S7 其实融合也不是刻意的摇舞和民族的结果 我觉得蒙古民族的一部分音乐里面 就有那种特别粗犷的因素在里面 所以跟那个比如说吉他摇舞结合的时候特别自然 所以我觉得就是听着不是那种刻意的 嗯如果一个歌手如果要是没有吉他的伴奏套 我觉得就有点像那种就是草原上的风声吧 我觉得如果加入那种吉他的话就是带来那种 我对吉他可以比一分雷影的那种感觉 特别疯狂的 效果更疯狂的感觉 在我心里吉他比你更疯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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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怎么说也就是 我也有过年轻的时候 当我喜欢那个新的东西的时候 好多人也觉得是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感觉 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是喜欢他们的 按他们的思维 他们的那种世界观喜欢自己的东西 表达他们的想法 我觉得挺正常的 因为年轻人们就是应该出现那种新的概念 我觉得这是正确的 那我们的计划是我们乐队做新的专辑 但是我也想如果我的时间允许多 我也想做一些我个人的 比如说吉他方面的那种音乐 或者说个人弹场 差别我觉得挺大的 因为乐队就是特别现场型的 如果要是一个人的话 就是可能更那种情绪化更少一点的 就是安静性那种 让人们那种有很多想象的空间 乐队就是现场的话 它可能大家都一起开心疯狂的感觉 没有想象的空间 可能是这是最大的区别 最多的是一把吉他 但是我还是注重那种歌词的感觉 可能需要更深的意义 或者是含义在里 让人们去想或者说反思很多东西 其实我想聊的话就是 可能跟新的吉他手 或者说正在喜欢的路上的吉他手 在你一个人的时候 你拿着一把吉他 弹它的时候 它可以弹出你的心里的 开心骨折 不愉快的情绪可以表达出来 所以我觉得吉他是一个特别那种 让人安静的那么一种特别神奇的乐器 我觉得所以如果你要是喜欢吉他 或者正要选择吉他的时候 我觉得你们的选择是对的 那一直这样喜欢下去 在我一个人弹吉他的时候 其实灵感其实挺多的 只要是我手里拿着吉他的话 就是我觉得就是每时每刻都是灵感 也不是说有些东西是从我脑子里面冒出的 因为吉他本身就有它富裕着很多灵魂的一个乐器 我觉得只要你大胆的去弹奏他的话 他一直会给你各种各样的起码的感觉 所以有的时候每天去练吉他可能是 这种说法是我觉得不是正确的时候 不是说非得去练一个乐器 其实是你每天在跟他对话 所以我觉得吉他那种 所以我觉得吉他那种 他乐器里面那种精髓 因为我们我觉得永远都 就是用不进梦去 他一直有各种各样的灵感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我每时每个弹吉他都是在享受他 如果说要技术的话 可能是考虑到你要 需不需要组个乐队或者说 需要一个像类似参加比赛那种感觉 你要如果说要做一个专业的吉他手或者说主音吉他手 你肯定要技术是必须要过关的 如果你不是选择做一个专业的 你只是按自己的爱好玩的 那么我觉得技术是次要的专业 我觉得技术是次要的专业 就没搬不过去 我苹果是这样的 然后留意自己的摩托